各级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配备党外干部担任领导职务 来加强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合作共识 这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制度安排 我们坚持平等相待、民主协商、真诚合作 支持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中的党外干部 积极屡职尽责、充分发挥作用 目前呢、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 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国务院部委办直属局 担任领导职务的共19人 比如像黄润秋、现任93学社中央副主席 生态环境部的部长 是在国务院组成部门担任正职的党外干部 比如像陶凯元、现任民进中央副主席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甘林、现任志工党中央副主席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国家反垄断局局长 像高红军、无党派人士、现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等 他们都在本职岗位上认真的旅行所承担的职责 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截止到去年2021年6月的数据 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 担任副省长、副主席、副市长的党外干部 共有29人 担任第四级政府领导班子成员的有380人 担任省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副院长、副检察长的有45人 担任第四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和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的有345人 他们对分管的工作按照相关的规定 享有行政管理的指挥权、处理问题的决定权和人事任免的建议权 所以可以肯定地说 党外干部真正做到了有职、有责、有权 谢谢